正如哈德逊预料之中的一样,最重要的核心传承,永远都是随身携带。 签订了契约,莱伯隆家族也干脆,很快就将携带的传承送了过来。 包括口口相传的暗门,也交代得一清二楚。 初略地看了一部分内容,哈德逊突然明白莱伯隆家族为啥没落了。 魔法传承,炼金术传承,骑士修炼传承,全部都应有尽有,唯独缺少了军事领域的知识。 不知道是没有这方面的积累,还是被忽略了,反正这部分内容是空缺的。 超凡世界注重修炼没错,可一味地往这上面倾斜,那就过了头。 一家大贵族,综合实力强大,才是真的强大。 在军事上存在明显短板,这也不难解释,伯特利要塞为啥沦陷得那么快了。 没有功夫感慨,哈德逊已经沉浸在了知识的海洋中。 报!王楚殿下,前方五十里发现兽人大军,数量足有上万人之多。 听到兽人大军,凯撒王楚一下子变得精神了起来。 五十里说近不近,说远也不算远。 步兵携带自重赶路的话,一天时间都不一定能够走完,换乘骑兵奔袭,一个多小时就能够抵达。 这个距离才发现敌军,真不是施救骑兵消极代工。 实在是探测的距离越远,需要查探的空间就越大。 不知道敌人的位置,查探五十里地就相当于沿着大军的位置,画了半径五十里的一个湖。 监察这么大的范围,哪怕施救骑兵在天上飞,也有不小的压力。 何况兽人同样有空军,万一和巡逻的鹰人发生遭遇,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是未知数。 命令施救骑兵,继续监控兽人动向,尽快搞清楚敌人的兵种配置。 卫兵,通知各军团长过来开会。 凯撒王储当机立断地下令道。 虽然没有用兵打仗的经验,但基础军事常识,他还是非常熟练的。 打量着熟悉的地图,他知道自己之前的判断对了。 兽人果然是没有沿着防线死磕,而是将目标对准了达佩斯。 要不要停止前进,执行之前的捕鱼计划,凯撒王储突然迟疑起来。 伯特利要塞的沦陷,为兽人大军南下扫清了障碍。 想要围猎南下的兽人大军,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必须有人切断中间的通道,让突如近来的兽人大军变成孤军。 后方的兽人大军不是傻子,肯定不会放任这种事情发生,双方势必会围绕着伯特利地区展开争夺。 前线的墨西军队能够完成这个任务。 凯撒王储心里没底,从伯特利要塞沦陷开始,他对墨西军队的战力评估,就直线下降。 在内心深处都不止一次怀疑,墨西公国的水平这么菜,究竟是凭什么混成人族第一公国的。 人少最大的优点,就是效率高。 主帅、副帅加五位军团长组成的远征军高层,很快就聚在了一起。 关于兽人大军的最新情报也传递了过来,敌人的兵力从最初的上万人,变成了数万人,确切地说是三到五万人。 具体人数,那就不要为难侦察骑兵了。 兽人行军乱哄哄的一片,能够估出一个大概数字,都是侦察经验丰富的老兵。 区间范围大了一点点,那围是下面的人对工作的认真负责,怕误导了指挥官。 殿下,我们的行军路线要改变了。 继续按照原路前进,很快就会和这支兽人大军撞上。 普通的兽人大军不足为虑,关键是根据侦察到的情报,敌人军中还有大量的比蒙起兵。 虽然我军在兵力上占优势,可也占之中何比蒙骑兵对战,怕是占不到什么便宜。 万一战争陷入僵持,受人另外四大皇族的部队过来增援,那就麻烦大了。 何塞伯爵谨慎地说道。 作为远征军的副帅,他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建功立业,而是安全地将凯撒皇储带回去。 作为阿尔法王国最正统的继承人,凯撒皇储平安回去的价值,就比任何工业都重要。 作为客军,他们只是来帮厂子的,根本就犯不着太过卖命。 按照他的本意,凯撒皇储待在后方遥控统筹即可。 前线的事情交给几位军团长自由发挥,才是最完美的。 打赢了,军功少不了主帅的一份,打输了,谁指挥出来的,自然就由谁来负责。 伯爵阁下,你这也太过谨慎了。 受人五大皇族各自为政,比蒙一族向来强势惯了,有机会看着他们倒霉,各族高兴都来不及。 即便是他们达成了妥协,真的出兵救援,也会消极代工。 根据搜集到的情报,进入墨西公国的比蒙军队一共就两个军团,还要防备前线的守军切断后路,能够派出来的最多也就一个军团。 前段时间还经历过几次大战,两个军团现在都不满园,顶多也就八九千人。 现在奥顿公国的远征军,距离我们不过二十里,瑞林伯国的远征军,距离我们也只有三十余里。 和我们三家之力,就有十二万大军,加上墨西公国跟着一起行动的几个新边军团,总兵力更是超过十八万。 就算前方的寿人大军有五万人,刨除比蒙一族的四万多杂兵,交给墨西人的新边军团就行了。 集中三国的十二万远征军,就算一口吞不下八九千比蒙骑兵,最少也能够将他们留下一半来。 重创了比蒙黄庭的军队,只剩下另外四大黄庭的军队,接下来想要维艰剩下四大黄庭的军队,难度就大大降低了。 凯撒王储淡定地分析道。 炮灰对炮灰,精锐对精锐,没有任何毛病。 远征军不全是精锐,可其中的精兵占比,还是超过了百分之二十。 剩下的士兵,最不计也接受过一年的军事训练。 尽管这个训练的水分有一丢丢大,但几个月的脱产训练还是有的。 终归是陪着自己上战场的队伍,贵族老爷们在训练上还是很卖力的。 没有训练出来,那纯粹是能力问题。 出征之后,几位军团长都在想办法帮手下补课。 毕竟长途行军,同样也是一种训练。 不仅考验了士兵的体力、耐力,更考验一支部队的组织能力、协调能力、配合能力。 另外两国的远征军怎么样,暂时不得而知。 不过在凯撒看来,再怎么低也不会低到哪里去。 终归是出国作战,有多个国家看着,实力弱势太差,岂不是要丢人现眼。 十几倍的兵力优势,全部压在比蒙骑兵身上。 纵使他们再怎么能争善战,也会被拖垮,累死。 主帅和副帅意见相左,在场的五位军团长,也陷入了分歧状态。 有人对远征军没信心,对凯撒王储的计划心里没底,有人却觉得可以打这一仗。 只能说榜样的力量无限,前不久第一军团轻松全肩比蒙骑兵团的消息,着实是刺激到了不少人。 大家都是军兵,墨西人把第一军团当成了一等一的精锐,可他们这些知情者却非常清楚。 第一军团的实力确实优于他们,可要说强出了太多,他们却不认同。 最起码在阿尔法王国的一众主力军团中,就没有第一军团的身影。 真要是有外界传得那么厉害,王国也舍不得派到墨西公国当消耗品。 一支比他们略强一点点的军队,就能够虐杀一支比蒙骑兵团,很多人觉得换他们上去,无非也就伤亡更多一些。 就算做不到拳坚,重创敌人总可以吧。 三位乐观主义者加凯撒王储,主战派以绝对的优势,压制住了稳健派。 和赛伯爵几度想要开口反对,只是在凯撒王储那犀利的眼神之下,最终选择了闭嘴。 终归只是一个打工的,名义上是远征军的副帅位高权重,实际上在场的任何艺人都比他说话有分量。 寄予厚望的两位稳健派军团长,自身的底气也不够充足,在凯撒王储面前根本就强势不起来。 象征似的争辩了几句,就直接缴械投降。 眼见尘埃落定,和赛伯爵也只能暗自叹了一口气。 阻止不了这场战争,那就只能尽最大努力将工作做好,以提高战争的胜算。 殿下,既然决定和兽人打一仗,那么盟友那边的工作就必须协调好。 涉及到四个国家的军队联合行动,最好是大家一起集中兵力之后再行动。 否则,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,都有可能配合不到位,从而导致战争失败。 和赛伯爵语众心长地说道。 只是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,接二连三地提到失败,在凯撒王储心里的厌恶情绪有多强。 协调各国的问题,就交给伯爵阁下了。 请阁下务必处理好同三国之间的关系。 其他人都去准备战斗,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兽人大军的到来。 扭转战局的关键时刻来了,接下来。 打鸡血的话,和赛伯爵一句也没听进去,满脑子都是自己被穿了小鞋。 协调各国关系,说起来轻松,真要是落实起来就非常要命。 大家互不隶属,凭什么要听凯撒的指挥? 没有足够的利益,仅仅一个阿尔法王国王储的身份,还不值得大家去卖命。 顺风仗也就罢了,要是碰上了逆风局,那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。 比蒙军团暴露在了阿尔法王国军队的视线中,远征军同样也暴露在了比蒙军团的视线下。 区别仅限于发现对方的时间先后问题。 当布辞威格亲王收到消息时,双方的距离已经拉近到了40里。 面对兵力远超自己的敌军,要不要打上一仗,布辞威格亲王的心理同样没底。 虽然比蒙一族号称满万无敌,那也只是吹出来的牛逼。 吓唬一下敌人没问题,自己要是当了真,一准就得悲剧。 决定是否发动一场战争的核心因素,不光是能不能打赢的问题,还要考虑需要付出多少代价。 比蒙一族也占无敌的威名,一半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,另一半则是擅长选择战机。 明知道敌强我弱,还傻乎乎地冲上去,那不是在打仗,而是在送人头。 确定是阿尔法王国的远征军,不是墨西人的新边军团。 布辞威格亲王关心地问道。 都是人族军队,战斗力也不尽相同。 战斗进行到了现在,受人帝国对人族军队的战斗力,也有一套自己的划分标准。 北方三国的军队之中,阿尔法王国的军队不一定都是战斗力最强的,但一定是最难缠的。 作为几百年的老对手,双方都太过了解对方。 各自的优点、缺点,都是一清二楚。 既然如此了解,针对性的手段,自然也会开发出来。 尤其是老牌贵族的司军,一代代传承下来,很多细节性的东西,都潜移默化地刻在了骨子里。 面对这些针对手段,受人帝国也不是没有想过改变。 可惜一些种族天赋习惯,不是想改就能够改的。 难缠不等于无敌,即便是发现了对方的弱点,那也只是相对而言的。 绝对的实力差距之下,阿尔法王国的军队还是挨揍的角色,唯一的区别在于能够多支撑一会儿。 种族之间的隔阂,导致了双方的情报不透明。 不清楚阿尔法王国远征军的实力,仅仅以第一军表现出来的实力为参照物,不辞威格亲王也不得不重视。 亲王殿下,确实是阿尔法王国的远征军。 就算旗帜可以伪装,但两国军队各自的特色却改变不了。 前方的敌军和我们关注的莱特郡军团非常像,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们的阵型要混乱一些,没有那种远远一眼就能够感受到的煞气。 得到了确切的答案,不辞威格亲王是喜忧参半。 麾下的炮灰指望不上,要一口吃下远超自己的敌军,光一只比盟军团可不够。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,敌人貌似没有预想之中强大。 冷兵器时代,要判断一支军队是精锐,要考虑的因素很多。 但要确定不是精锐,却非常的简单。 没有冲天的煞气,就意味着没有见过血。 这种军队训练再好,也称不上精锐。 略微迟疑了一下,不辞威格亲王还是决定打上一仗。 不战而逃,不是比盟一族的风格。 何况他们的目的是达佩斯承,就算是想要避让,敌人也未必会放他们离开。 萨图克,你立即跑一趟银月狼族的营地,告诉他们。 终于憋出来了。 确定營。 咱们可以 Norm贏纏。 确定是植佩斯承的都容判り,